AI是现在最夯的话题 中国大陆AI的技术应用已经深入各角落 特别是AI制作影音画面 从追忆去世亲友所谓的复活影音 到专门制作数位人物 现在是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 也因为AI身为技术普及 最近传出乌克兰的YouTuber 遭到不法人士盗用影音 制作变成了亲俄罗斯的数位人物 大卖恶货 鼓吹中俄友好 还有很多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身为影片 让网络世界更加的眼见并不为真 从离世亲友留存下的影音资料 制作出栩栩如生的亲人复活影片 为活着的人带来一点心理慰藉 到民众自己走进摄影棚 拍下约十分钟的影像与声音素材 为自己打造出一个专门在网络上使用的数位人物 数字人生成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但是就分成两步就行 一步就是我们克隆你的形象 另外一步就是克隆你的声音 我们现在在整合了我们的大模型之后 它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型的数字人 其实就是根据所需要的一些人设 去回答它的问题 这些透过AI生成的数位人物 不但能够开展及时互动 还能随时切换不同语言 在电脑高速运算下 也不会出现口型与声音不一致的情况 而这些由电脑制作出来 与本尊一模一样的数位人物 可以随时在网络上使用各种语言 向全世界的客户介绍产品 甚至直播带货 还可以让去世的亲友重回人世 继继续透过荧幕与其他人互动 等于说我那个视频的时候 它其实是它的工作人员 坐在我那个视频对面 它是实时换连 和那个声音继续 如果要是当时的话 其实是他们设定的一个标准 是9800的一个标准 业者坦言在当前进步飞快的AI技术支持下 就算用遮挡部分镜头或者捏脸等动作 其实互动的AI数位人物 也能马上反映在画面里 让人看不出破绽 也因此所有透过荧幕展现出来的画面 都有可能不是真实的 而这种真假难辨的AI影片 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 随时可以找到一大票 专门的业者负责制作 但此同时也产生大量侵权身为影片 从去世的艺人明星到当前活跃的网红YouTuber 我热爱这片热图 热爱中国 目前就读美国宾州大学的20岁乌克兰女学生 洛伊克 就是受害者之一 她去年11月开设YouTube频道 偶尔上传一些生活分享影片 没想到却被不法分子盗用影像与声音 并且借着AI身为技术 制造成一个数位人物 盗用者自称纳塔莎 是名31岁的俄罗斯女性 目前住在黑龙江 她透过中国社交平台抖音与小红书 贩售包括糖果等多种俄罗斯商品 还不断鼓吹中俄友好 并且以很多漂亮俄罗斯闺蜜 也喜欢中国 积极向中国单身男性招手 受害女学生坦言自己一句中文也不会说 但AI身为技术制作出来的影片 主人翁说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嘴心与声音更是完全符合 就连熟悉中文的台湾民众也不容易分辨 除了透过AI技术制造出许多各国民众热爱中国的声谓影片 并且在中国的社交平台大量传播之外 这些使用AI技术的身为影片 还会在许多中国对外争议性议题 例如南海主权争议上 被制作成当地民众赞成中方论调的影片 并且由官方媒体广为传播 CNN去年就曾经针对中国的AI身为技术进行深入报道 尤其这些透过声味制作出来的AI主播 还大剌剌成为官方媒体的御用主播 曾经中国的AI技术 只能让美国前总统川普说的中文 虚假的让人尴尬 如今不但影片本身已经整为莫变 还发展出拥有透明萤幕的个人电脑 一方面让AI影片可以与真实物体互动 另一方面更让高度运算的AI技术 只要用一台笔记型电脑就可以达成 这恐怕会让未来的世界不再是眼见为真了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